他曾在电视节目上公开质疑科兴疫苗的质量不行 还说绝对不会接种科兴的疫苗 这下他确诊了 我也就放心了 我是泰Fans 泰国有宅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泰国 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 说一个泰国的著名主持人Nagwa 确诊了新冠肺炎 他自己在社交网站上发帖道歉称 这段时间我已经很严格的按照防疫的各项规定去做了 但是很不幸 我还是感染了 对于因此受到影响的其他人 我在这里说声抱歉 此事一出 泰国中成党的发言人 马上发帖讽刺到 大概意思就是说 Nagwa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 对疫苗最懂的人 但是还是确诊了 结束了 再见 那么为什么要发帖讽刺他呢 是因为这位叫Nagwa的主持人 在五月份的时候在电视上公开发表 关于疫苗的高调言论 大概意思就是质疑泰国政府的无能 和科兴疫苗的剂量 他当时这样说 我也打算飞去国外打疫苗 但是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如果不是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话 我是不会打的 尤其是各种略制疫苗 只有50%的效果 我打来干嘛 并且还有各种的副作用 但是却通过了泰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审核 他还说 谁想打科兴疫苗的话就去打吧 如果是有权利选择的人 就像我是不会去打的 因为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所以我要选择更好的疫苗 国家没有权利逼人民接种疫苗 就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这个权利 据悉啊 这位主持人到现在还没有接种任何的疫苗 应该是他心仪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还没有交付到泰国吧 现在看到他确诊了 我也就放心了 不是因为他说我们中国的科兴疫苗不好 当然我们的科兴疫苗肯定是好疫苗 这个是不用质疑的 我自己打的也是科兴的疫苗 对你可以说哪个疫苗好 哪个疫苗不好 每个人都有质疑的权利 还有选择的权利 也有选择接不接种疫苗的权利 但是not what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知名主持人 是一个公众人物 是一个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啊 现在泰国都什么情况呢 能接种疫苗就不错了 还在这里挑三拣四的 带着大家选疫苗 你是一个主持人 也只是一个主持人而已 不是医生 不是科研人员 你懂个锤子啊 泰国有些人呢 就是被这种人带偏的 不愿意接种疫苗 要选择各种各样的疫苗 选来选去挑来挑去的 为了你们这些人呢 泰国政府到处去订购疫苗 求着厂家供货 现在能买到就不错了 还在这里挑 都这个时候了 还是挑疫苗的时候吗 人家英国敢全面开放啊 你看看人家接种率是多少 你再看看泰国的接种率是多少 泰国的疫情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这位叫Not What的主持人 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好了 这下这位主持人也确诊了 信他的人也该醒醒了 该打疫苗的早点去打疫苗了 自己中招了不要剪了 你还会连累家人和朋友的呀 如果说句不好听的呀 哪个朋友因为你传牙的病毒挂了 你这辈子也不会好过的呀 最后啊 希望这位主持人快点康复吧 挨过了就有抗体了 不用再纠结来纠结去的啦 OK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 谢谢 可可可可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